對關於有關的京屋的赤架 京屋的赤架在法律上已經有數規定 京屋法 修改了之後的京屋法 第一 建築成本 第二 有關的日價金 第三 管理費 只有這三樣東西造成 是沒有任何一個利潤的空間的 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計算到 你說什麼時候公佈呢 我要等今年五個項目完成了之後 我就將所有現在我們正在建的項目 拿一個家權系數 大家是同一價錢 我不可能一動一動 大家有所價錢不同 大家都是一個區 我們是拿一個中位的數字 進行有關的定價 所以這個很快 我們已經在平標 今年的五個項目 平了標出來 我們就知道有關的我們的建築成本 日價金方面 今年立法會已經是進行有關調整了 升了百分之二十五 是吧 這個是應林宇篤議員的 對我們要求有關 對有關的日價金要調整 是吧 我們是按你的要求來講 調整了百分之二十五了 因為這個來講 就是成為有關的成本 是會增加了了 因為這個都是對的 因為是依法施政 因為十年沒有調整過了 因為我們這個日價金是十年沒有調整過的 所以日價金調整了 今年大家立法會討論是高了25%的 那如果25%來講呢 我們現在日價金 去到兩萬多元一個平方米的 只是這個有關的日價金 那你再加上建築成本 建築成本我們在公共建設局的網站裡面 全部都有的 我們每一次投標 落標 定標 我們全部在網上有 大概幾千一個平方米的有關的成本 那這兩者加上就是我們的總的成本 再加上管理費 這個是法律來的 我沒有得改 我沒有得任何的空間 總之今年年底希望我們的評表完成 最遲應該是一月份 我們應該可以將A區現在的 有關的經濟房屋的價錢 可以向外公佈了 那這個就是定位了 就是經屋的價錢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改呢 除非我不依法施政 我不依法施政就可以做 但是我依法施政來說 我沒有空間 法律就是寫了在這裏 就是法律 這個法律是立法會通過了 我們必須要遵守的 那第三來說 你說政府的公共房屋 公共服務收費方面 是不是可以照顧民生 我剛才說了 我們社屋方面 我們百分之九十五 租金全豁免的 我們百分之九十五全豁免的 包括你現在很漂亮的有關的 看下我們最即將會交付的 有關的南方 即是舊電廠 南方大廈對面的那個景屋 都是這麼新的 和全靚的 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都是如果達到標準來說 我們都是豁免造金 全部都豁免造金 百分之九十五我們現在建的寫屋 包括A區我們有幾個項目都是寫屋 全部都是豁免造金 它的質量是和我們現在建的寫屋是一樣的 我們沒有說寫屋我建的寫屋我建的寫屋我建的寫屋高一點 我們全部一樣 大家是中空玻璃就是中空玻璃 這個我們全部是擺好在這裏 只是除房有所不同 因為寫屋的除房它是小一點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有所區別 寫屋的除房是小一點的 所謂有所不同 所謂有所不同 所以這方面呢 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不可以說我出一個項目 就馬上去定一個價錢 因為第一樓未可以入伙 我們一定是一個大區 因為我明年幾個京屋 我不會再建的 不建的情況之下 我就有條件去作這個有關的統籌 有關的價格 這個工作我們沒有停過的 你說政府的東西 是不是全部要不用成本 或者是大折扣 我們的僱主 澳門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還有我們的私人的市場 我們不可以說政府有錢 我們以本商人去做一些 讓我們私人的企業 或者是有關的私人的物業 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們說的是要平衡的 就是作為你來說 你可以不用想平衡 就是什麼政府的 不用錢最好 這個是大家的一個心態 政府不用錢 怕不怕呢 這麼少的錢 我們不是說虧不起 但是問題來說 我們對其他的衝擊 我們會怎麼樣呢 平衡 我想作為一個政府 最主要是兩者之間的平衡 不是說是偏幫於哪邊 是作為一個公平的 兩者之間的平衡 如果政府因為財大氣粗 你每樣東西都不用本錢 就這樣拋出去 我們其他所有行業 就是整個澳門的發展 就是政府的 不會說有任何人 來參與澳門的發展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是說的是 理念來講 就是要做一個平衡的 有關澳門的社會 多謝你的問題